这波疫情也让饭店业的业绩明显衰退 本来预计在三月份开幕的高雄万豪酒店 开幕时间确定延后 其他饭店业者也推出了 前所未有的超值优惠方案 家义有饭店集团 以住宿消费据来吸引游客 第二个晚上的房价最低 只要999块 高雄的饭店则是推出了 住宿送你等值参见的方案 一联集团赤资370亿元 新建的异想天地 目前工程已经进入完工阶段 A管八楼以上就是豪华酒店万豪 原本预计三月份正式营运 现在确定延后 业者评估开幕时间 很可能要到夏季 至于去年11月份 已经开始招募的人才 业者保证任用不会受到 影响而且还会有第二波的争裁 酒店其实是开启了很多的就业机会 所以我们还是依然会针对我们所需要的服务范围 进行人才招募 原本住房率不错的嘉义成义文旅集团饭店 也因为武汉肺炎疫情业绩少了近三成 现在推出双人套房 入住折抵五百加送一千元消费券 等于第二次入住只要花九百九十九元 毕竟我们饭店都有做好彻底的一个防疫的一个清查 跟一个检查这样子 对就说不等政府了 我们民间要靠自己 嘉义教品饭店 住一晚送两晚的超优惠也相当吸引人 而高雄福华饭店则是住宿送等值餐券 饭店内的美食餐厅都可以抵用 那饭店这边就推出了住房三千六百元 送餐饮抵用券三千六百元的超值专案 还蛮划算 因为坐在这边的话就可以吃饭 然后就省一餐的感觉 武汉肺炎疫情的冲击 民众减少外出旅游业大受影响 饭店业者用前所未有的特价优惠 刺激消费抵抗疫情淡季 记者陈利国张聚荣综合报导